那現在那個馬總統被起訴 對你來說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是評論 沒有 我還是平常心 還是一句話 尊重司法 會致電給總統 馬建總統嗎 應該不會吧 因為我們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 我們沒有私人通過電話 剛剛國民黨團認為 就是政治黑手在追殺 國民黨怎麼說 當然我會尊重他們 市長您心中坦然 您一定也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沒有違法 認不認為馬總統就應該被起訴 這個 起訴不起訴那是司法的問題 你別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我是認和 我是沒有關說 我是沒有認和的違法 這是必然的 這是我的立場 但是司法怎麼去處理那是司法的事情 我們給予尊重 兩者不相干 好 謝謝 謝謝 那這一刻 對我個人來講 是等待很久的時刻 這也是憲政時刻 是台灣憲政重生的時候 9月6號的政爭到現在已經3年多了 當年10月份可能提告 因為總統不受刑事訴求 所以我們終於看到 配合檢察官的道德勇氣 終於看到起訴了 我想大家回顧一下 台灣政治史上 大家看也沒有一個案子 影響這麼深遠 而且時期拉得這麼長 對於政治與憲政的影響度 本案應該是 這個所有案子裡面 大家所謂關心的一個案子 那 當年9月1號政爭的時候 本人一再強調 就所謂 終結特務治國 要捍衛憲政體制 以及國家重建 所以這個案子起訴的時候 代表 馬英九應該是有罪難逃 我們看到黃世民檢察官 已經被判有罪 一年三個月確定 他的罪名是泄滅 我想個資以及同保三個罪名 今天檢察官的起訴 我們看得出來 馬前總統的罪名 再加上一個交手卸命 有一句話說 天子犯罪 犯法與署名同罪 做了一個總統 沒有阻罪違法的事由 尤其 今天檢察官起訴 裡面大家看第一頁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談到 馬總統應該 應該明知總統之前的行使 就是要符合憲法權力分裂的原則 以致人的基本原則 他藉著這個案子來拉下黃清明前院長 這是一個政治鬥爭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案子本身就是說 當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和情報和整條總長來串鍋 然後呢違法監聽 揭入個案 進行司法鬥爭 制裁任何一個國家 總統早就下臺了 總統早就下臺了 所以馬英九一直講這是假官說政鬥爭 他藉這樣的一個官說一個民實 來做政治鬥爭 他已經很清楚了 那本期今天特別帶來的當初黃世民在台風夜送到總統府的一個專案報告 這包括包括第二天再補充專案報告2 這個專案報告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想各位可能很少看到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這專案報告事實上講得很清楚 這已經是辦行事偵查案件 而且 而且 黃世民在這個 專案報告裡面想得很清楚 要偵查 從王院長包括何部長 以及 陳檢察長有沒有收費的問題 要調查資金 以及必要的搜索 甚至 告訴馬總統 就是說要請曾永夫 部長以金剛女兒下臺 這根本是政治鬥爭 這個根本就是鬥爭 還有所謂的後續偵查作為 事實上他已經展開後續偵查作為 因為剛才張天英檢察官說他沒有展開後續偵查作為 因為後續偵查作為可能檢察官不清楚 因為特恩組裡面包括依照這一本 傳信 全民政務案子的證人 他們要以 為政 是懷疑他有為政的問題 所以要再重新偵辦 而且特恩組在當年失業分的時候 也調了 當初的證人 所以是一連串的展開政治鬥爭的行為 這很清楚就是 完全在辦行案 所以今天本席在這個地方 要特別向馬前總統呼籲 我們希望 台灣的憲政能夠重生 我們希望能夠揮別舊時代 迎接新的時代來臨 所以馬總統 起司之後 會開庭 現在當然還有 我本人所提告的支出案件 在 8月31號 3月3 3月底 3月28號 要徵結 徵結先判 所以在這裡 未來後續的 司法途徑上面 我們呼籲馬前總統 你應該扶手認罪 你所謂大是大非 你要了解什麼叫大是大非 面對這樣的事情 你必須應該有大是大勇 你趕快扶手認罪 這樣才能夠得到 你歷史的定位 得到人民的掌聲 以上跟各位做報告